上部视频 当说完十二因缘 我相信大家未必能够理解得很深 因为我光看文字 自己也看不过来 整部视频说了很多个字 但是几乎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十二因缘并不是一时三刻能够说得清楚的 大家也只需要一点一滴去学习 就可以了 每次若能记住一个终点 也是很不错的 这一期就说根本无名 大家好 我是佛子 上一期讲的十二因缘 其实几乎什么都没说 十二因缘是由根本无名而开始的 由根本无名出现之后 才会有之后的因缘 也就是无名原形 形原始 实原名色 名色原六入 六入原处 处原受 受原爱 爱原取 取原有 有原生 生原老死 理解清楚根本无名这个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就不可能正确的解决那个问题 这个根本无名 就是我们的问题的根源 当我们无法察觉当下的动念时 也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动念 这就是根本无名 当我们无法察觉这个动念 自然就会随着这个念头 自然而然的想出很多不同的念头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念头 也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但是这些念头出现的速度太快 我们就很难看清楚 每个念头之间的各种联系 每一个新的念头 它存在的原因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根本无名 在动念之处 我们无法察觉到 所以才会出现 后面一连串 我们都不知道 为何会出现的念头 因此 每个念头的背后都有无名 但这一切的无名 背后就是这个根源 根本无名 希望这一期视频 我解释的是清楚的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短短两分钟之内 收益良多 我会继续更新 更有质量的视频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